年輕的時候 剛剛一起 都是每天都這樣做的 你又不說自己多 我現在做了 你就說我多 很不公平 歡迎身體講男講女 有說說女士去到三四十歲 如狼似虎的階段 這樣說 你自己同不同意呢? 不同意 不是因為我在這個時代 而是我覺得 或者這樣說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三十歲之後的女性 會有如狼似虎的情況出現呢? 是因為過了三十歲之後 或者四十歲之後 女人開始發現 原來我們可以自主去告訴別人 或者我們只要自己需要 或者想要些什麼 十多二十歲很多時候 可能我們都是要一些很愛在 很表面 甚至是一些叫做迎合他人的事情 去做一些 但是去到三四十歲 大家在這個社會上 已經有一定的歷練 甚至經歷的時候 你遇過不同的類型的人 你就會開始自我探索得多了 你就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好啦 那我們今天請Richter上來講一下 看看他的看法又和你如何 Richter在這裡嗎? 你是男生來的 是女生來的 OK Hello Richter Hello 你好 你已經到了這個年紀了 你能說的 你40歲了 是呀 我已經40歲了 我現在身邊的男人 我現在身邊的男人 說我是魚狼似虎的階段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真的是魚狼似虎 我沒有跟別人相比的 但是我一星期要三次四次 那麼多不多?你說 如果固定伴侶 如果固定伴侶 這個年紀不是少 但是有些男人 都一個星期都要三四次了 是呀 不是算少 一定不是算少 但是需求的次數不一樣 是 但是我又不是說 你又未到一星期七日 但是你這個一星期 真的想要三四次 是甚麼時候開始的呢? 我想是早幾年 早幾年開始 當你35歲那時候開始 有這樣的變化 嗯 以前你是沒有這樣的慾望 慾求還是不好意思呢? 又或者應該這樣說 是覺得 還不是很值得去享受 以前你會覺得 這件事是他想要滿足 嗯 現在是這件事是我想要滿足 哦 即是以前那些是 我遷就你的而已 喂 Hanky莎你說要工作給你 想要多些 嗯 嗯 所以是覺醒 是 即是他剛才一開始 一開始就說 即是他是女士去到差不多 終於睡醒覺 終於醒覺 就原來我可以自主 我可以作主 你同不同意這個說法呢? 我也同意的 是不是叫做覺醒呢? 又或者是叫做 你應該叫做知道自己的需要是甚麼 或者是你知道自己喜歡些甚麼 嗯 即是好像你吃過一些不同的東西 我知道我喜歡吃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是好吃的 我覺得這樣 那我就吃了 可能都是因為跟年紀有關的 即是以前你會覺得 怕醜不想試 或者怎樣已經有些說話 或者別人怎樣看你 但是到現在呢 到了這個年紀你會覺得 我不介意他怎樣看我 或者別人怎樣看我 因為這件事情 你想要就要 你不要的話 你自己不去爭取的時候 你就沒有了 嗯 跟我剛才剛才說的東西是一樣 就是因為我 所以我經常都會 我跟Henky說過 所以我經常都會覺得 其實這幾年我發現 其實甚麼是女人呢? 就是你有了這個自覺性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女人 即是你所說的醒覺之後 是呀 才是一個女人 是呀 之前還有一種猛盛盛的 是呀 你只是一個女性 哈哈哈哈 因為女人是包含了很多東西的 嗯 歷練呀 經歷呀 你的知覺性呀 不是說你的年齡 是女人就是女人 嗯 而是你裡面究竟有多少的 成熟和長大是嗎? 是呀 OK 其實女人經常 我很明白女人年紀越大 也會有另一種 其實男人也是 人其實年紀越大 你很多東西就會越來越少 但是我覺得女人在最正 即是最豐富的資源 其實真的是30至45歲 這個階段 那怎麼辦呢? 他這樣說你魚郎伺父之後 那有沒有影響到你們的房事 或者影響到關係? 他當然 我的男人就說多 三四次他就說多 他說要求他想少一點 年輕的時候 你剛剛在一起 都是天天都是這樣做的 你又不說自己多 那我現在做了 那你又說我多 這樣很不公平 See? 聽見殺師 多不公平 你們要的時候 就要天天搶刀 我不知為何這麼身體強壯 好了 現在你們不要了 我說想要三四次而已 你又在這裡耳爺爺 那不如是否你不行啊? 這個衝突就有一件事 時差有沒有 是否有 時差 你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你都說他有一點 因為男性是要有多少的新鮮感的 Richter 你如果 我和你拍廿二十年拖 或者我和你 廿年來都是你的話 開頭天天來當然沒問題 但是二十年後 是不是還可以天天來呢? 我都沒有什麼信心 老實說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既然你剛才說 你聖覺 你的基因 那男性的基因 都不可以這樣 扯救他二十年 神經病的 所以又 不可以完全怪了男性 去到你們 聖覺的時候 你們要扯 那我們的新鮮感 已經用完耗盡了 大哥 你就看了我 Richter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你們是有新鮮感的 那你是不是應該留下新鮮感 遲些用呢? 那是很難的 你叫我遲些才用新鮮感 你可不可以早點聖覺啊? 你十八二十二可不可以早點聖覺啊? 你現在走來聖覺 十八二十二聖覺就被人說放蕩的了 我們這些年紀 聖覺是不會被人說放蕩的 最多只是說我們魚狼似虎而已 哈哈哈哈 你十八二十二聖覺 你就會被人說你放蕩的了 又不划算啊 大哥 不自然不划算啊 是啊 你知道多少這些 在我們的女人身上嗎? 女人都很難做的 Hankin 先生 我真的遷就不了你們聖覺的時間 男人都很難做的 是啊 很難做的 做人真的很難的 我想在這些時刻上都不能爭辯 好像Hankin 先生所說 其實有些事情都沒有辦法 可能大家真的有時差的問題 有時差的問題 除了找外援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的途徑 我常常都會覺得 主要我們自己女人找到一個 我們自己OK 又不會被人推罵的 我們解決的方法都很OK的 嗯 但我又覺得 就是這樣說 我又想分享的 其實是 大家女聽眾的分享 就是 作為一個女人 小時候你不懂 你不懂得去要求 你收起來 覺得很尷尬這些事情 到你去到三、四十歲 你真的明白了這件事的時候 你懂得去表達 懂得去爭取的時候 就叫做魚郎似虎 不是每次都要別人去給你 或者是別人要你 即是怎麼說 不是要一個男人有慾望去搞你 其實你作為一個女人 你都可以嫁回一個男人的 所以想提醒各位的姊妹 大家不要覺得尷尬 這件事是你與生俱來的 這件事是你應得的 即是你現在未去到那個時刻 得到你的啟發 即是你未去到 我覺得真的有 有一個位置的需要去爭取 那件事你未知道 但其實你爭取是沒有問題的 嗯 千萬不要讓那些男人覺得你 用一些詞語去抹下我們這個需要 他們也可以的 他們自己色色也可以的 我們就不可以的 這樣也不公平的 喏 說整晚 我真的 你剛剛過去一分鐘說的 我是百分之一百同意的 是 我沒有偷無去搶 我沒有傷害任何人 我做回我自己 Be myself 對自己誠實 對他人誠實 有什麼這麼不對呢 是對的 我同意的 是對的 即是或許都是 即是現在這一刻 你講這句話出來 可能社會上還有 是否有一兩成的 有某個程度的人 可能都會反對你 你這麼放蕩不羈 什麼什麼 但是我估計過多四十年五十年 沒有人會再這樣想你了 這個我覺得是 正確的事情 遲早都會變成正確的 只不過可能我們還有些人 是站著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 還拿著一百年前五百年前的標準 在今天那裏量度尺 我同意的 這個是真的 多謝你打上來分享 是 直言不諱 你魚狼似虎的故事 ok 那 是呀 是不是加油 是 加油呀 姐妹們 我也可以加油 你怎麼不鼓勵一下我 姐妹們我們一起加油 好 加油 好好 加油 Thank you 好好好 祝福你 Bye bye 好了 今天我就很從你 Rica身上明白到 哦 原來女性魚狼似乎 她們有這樣的想法 有這樣的需求 或者有這樣的變化 譬如說年輕時 小時候因為有些道德的框架 不可以做回自己 哦 接著呢 或者不知道怎樣是令自己 我不知道 可能現在新生代 我們過去幾百集封印 有些女生都比較勇於表達自己 但是你去到未到那個階段 其實你不會有那個想法 嗯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去到不同的年紀 大家都會有新的一些需求 或者大家都會有一些發覺 咦 原來我可以這樣 都有新的醒覺 即是不同階段 是啊 說他去到四十至五十之間 可能又有再新一點的領悟 到時Rica又打上來了 喂 我有新發現了 這樣也不一定的 可能我現在還很堅持自己喜歡年紀大 可能去到我四五十歲的時候 我發現 哇 小鮮肉才是我的終極目標 哈哈哈哈 很有可能的 哈哈哈哈 好啦 大家一直在聽的時候 你們在上班上的班 都請你們不論識去CSL 留言 讚好和分享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就太可惜了 快點按鍵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要打開小鈴鐺 那就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其實我們都越來越多大家的一些經驗 以及故事 都依然是繼續歡迎大家 如果你想找一個地方去宣示也好 或者叫找一個地方去找一個出口也好 歡迎大家WhatsApp給我們 將你的經歷 是的 順道跟大家推廣一下 我們有會員制度的 在影片下方文字介紹也有加入我們會員的連結 按了按鈕之後 可以支持我們也會加入我們會員 以及加入我們幾百人的TG Group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